3月21日晚 杨尺七套栏目 聚焦三农摄影记者翟树岩 在一边境内高速路上车祸中受伤 后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翟树岩当时所坐位置是小车副驾 第一次撞到额头 第二次撞到时 翟树岩怀里一直紧紧的抱着摄像机 20公斤的摄像机对胸部造成了挤压 等旁人把他救出来时 虚弱的翟树岩还用手指了指摄像机 这位从事媒体工作40年 年近六群的老记者的口头禅士 这辈子第一爱电视 第二爱汽车 第三才是老婆孩子 所以工作起来有一种狂劲 24日下午 翟树岩的弟弟 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主持人翟树杰 发为我表达悲痛 通告各位亲朋好友 各位观众 我的好哥哥 好同行 农民兄弟的好朋友 央视七套举焦三农节目记者 翟树岩同志于3月21日 在四川移兵抗旱采访过程中 因功殉职 他一生热爱新闻事业 离开时也紧紧怀抱着他最爱的摄像机 据悉 翟树岩遗体已经运往北京 遗体告别仪式将于3月27日举行 让我们一同向这位爱港经验的好记者致敬 感谢他这一生对新闻事业的坚守 愿他一路走好 优酷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祝贺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优酷全娱乐 3月25号 3月25号 3月25日 3月25号 3月25日正式上线 无视频 无真相 优酷全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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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酷全娱乐